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今天这种盘面焦点同样是还有半导体了 我们来看到这个晶圆代工厂连电 连电今天看起来股价完全没有受到所谓跳电意外的冲击 是在周末传出说他们足科厂的这个食物厂的跳电 而且跳了大约是六个小时左右 所以当时是说可能会影响到现在已经很紧很紧的八寸产能 不过换个想法有人说会跳电就是因为可能赶工加班的太辛苦了 所以有点太累这样子导致整个设备有点不堪负荷 那么停工这小时的时间有没有会影响到产能呢 从肩骨架表现看起来是没有影响的 连电今天工上了50块钱 甚至他们最近声明也表示了 只有稍微很微服微服微服的影响 完全不影响公司营运 正正白烟直串天气 连电例行厂区 八寸厂在九号下午发生跳电引发停电 包括台积电世界先进等半导体厂都遭波及 电力瞬间压降 网友上传爆炸身后影片震惊外界 都正常在供电中 因为它的机材是部分在那个调校中 调整校正 所以全部刮上去 有一部分 那必须是在明天会全部正常 组合管理局掌握状况 连电也发表声明 人员安全与设备正常无余 厂区持续复工中 对整体财务无重大影响 也随时更新出货状况 外界忧心 市场却不担心 周一股价开高走高 早盘一度占上50元关卡 连电的股价相对的比较走稳一点点 那么当然未来在连电的整个发展上面 跟过去的市场上预估的事况 然是没有改变 也就是说在八寸晶圆的部分 让产能非常的缺 那另外就是在订单的部分 也都是非常的紧 至少在今年的上半年之前 我们都看到这样的状况 是不会缓解 先是跳电后有地震 周六竹科不平静 竹科管理局表示 竹科所在的六个园区基地 没有灾害回报 目前水电器供应一切正常 三菱新闻中文报导 好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台股的排面焦点股 还有联发科了 联发科的股价不断不断地创高 甚至外资喊出有机会挑战千金 其实主要就是为什么它可以转股 因为它抢到了所谓的5G商机了 甚至今天有消息指出 联发科现在已经取代高通了 成为台积电的第三大客户 强强联盟 也是联发科股价不断创高的原因 最厉害的是在去年第三季 其实第三季的统计 所以这个好消息是在去年年底出来 到现在今年第一季还在发酵 也就是联发科已经超越死对头高通 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晶片商 不过我们会带您看看 您还记得过去讲到联发科 它就等于是山寨机 这个山寨霸主呢 它当时起家了 甚至过去还是古王宝座 在2000年出头说它是古王宝座 但是还是有什么隐忧呢 我们稍后都带您看看了 好 我们就先带您关注 因为搭上了5G商机 5G这件事情 在今年应该有机会持续发酵了 我们发现很多的手机品牌厂 直接就推就是卖5G手机了 那您想望问 我又没有5G的基地台 我怎么用5G手机呢 但因为5G现在就是个话题 那5G的速度呢 其实基本上是比4G还要快的 所以呢 他们现在在卖的也是5G晶片 因此你可以度过说 当很多基地台设备好了之后呢 你就没有这个阵痛起了 你手上的手机可以直接使用5G 所以为什么要卖5G手机 那么联发科去年一整年呢 一年的时间市值就积增了将近5000亿台币 然后呢来到了1.18兆 也成为台股第三家市值超过兆元的公司 第三家前面两家 第一个就是台积电 第二个就红海 第三个就是联发科 这三个呢都是超过兆元的 那从今年2021哦 开年以来股价直接冲到了800元的关卡之上 而且还每天不断地刷新历史天价 我们讲上礼拜嘛 是台股元月以来的第一个交易日 这六个交易日市值就增加了1733亿元 有没有非常非常的狂 所以呢联发科重返荣耀 其实除了这个成长来源之外 最大关键就是跟台积电的强强联盟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联发科呢 现在在这个蔡明界还有蔡明链的联手之下现在重返荣耀了 那主要就是因为呢 它靠的是在5G上面的超前布局 几乎是跟这个高通旗鼓相当了 除了呢在5G的布局超前之外呢 联发科它非常厉害的 有一个坚强的靠山 就是台积电 今天有消息传出了哦 受惠于这个大陆手机厂呢 来大局的追单 所以呢这个联发科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要先为您更新一下 整个这个半导体制程 反正你就想象一下 联发科叫做IC设计龙头 所以它画了这个IC的设计图之后 那我们现在的模式就是它交给台积电 帮它做台积电就是做晶圆代工 所以它就是设计师 那你就想台积电就是盖房子的人 所以呢这个设计师 现在画了好多好多设计图 给了它好多好多的单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5G手机 大家都抢着要用 所以呢联发科的5G手机晶片接单 大要进 他们说今年上半年的出货量呢 最高可以来到9000万套 这个数字是去年一整年出货的1.8倍 非常惊人耶 直接翻倍 那去年联发科的市值涨了多少 今年有没有可能再这样 所以是大家现在看好的原因 那因此呢 因为它有这个好多好多的设计图要画嘛 那都发给这个台积电说 赶快帮我来做代工吧 所以呢也让这个联发科呢 正式在第一季 几下的高通成为台积电的第三大客户 不过我们就看看了 因为这样子它的5G进展的非常快呢 也正是因为5G发展的很好 所以不但在业绩上面 它在去年第三季正式超越了高通 已经领先两个百分点 微卜领先 联发科的市值涨来到31% 高通是29% 现在联发科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晶片供应商 也就是呢 不管是A品牌 B品牌 C品牌 好多品牌 都找我来帮它设计5G手机晶片 因为它做的就是IC晶片设计嘛 那因为我强强联手 就是有台积电在帮我啊 反正我画好设计图之后 赶快给台积电 它就会帮我做出来 那么主要原因呢 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在新兴市场 包含了拉丁美洲 中东还有非洲 这些市场呢 他们都需要手机 再来是中地阶的手机需求 还非常的畅旺 最后其实还是靠着 所谓中美贸易战 就是因为美国封杀了华为 所以呢 这个联发科拿到了 这个三星啊 小米啊 荣耀这些手机品牌使用 所以让联发科 它的手机晶片 可以正式超越高通 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晶片商 好朋友 财经必知道 我们要先带您认识了 说到联发科 大家对它第一印象 就是它是山寨霸主起家 现在联发科呢 2001年才正式挂牌 2002年就已经是 全球十大IC设计公司了 而就在同一年呢 股价来到了783块钱 当时它是台股的股王 那为什么可以这么厉害呢 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 讲过一句话了 它说今日山寨明日主流 其实就是说呢 其实过去当时 中国的国产手机 什么叫国产手机 就是什么小米啊 OPPO那些手机 还没有正式崛起 但是他们只能模仿 国际的智慧手机 所以呢 还有很多的山寨机 就是没有牌的 所谓的白牌机贴牌机 那那个时候呢 山寨机的这个技术呢 还比不上专业的手机厂商 但联发科 它可以做什么 它可以说 你今天如果想做山寨机是吧 我提供一整套的手机方案 价格还很便宜 所以当时联发科 就是靠着这个来推升营运 因此这个山寨机呢 就是套一个外观 就可以出货了 因为里面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我联发科已经做好了 因此在那个时候呢 联发科是山寨机厂商的首选 收到联发科 几乎就等同于山寨 也只是因为呢 山寨这个词有点负面 所以导致它 一直撕不掉这个标签 再来就是因为呢 它虽然只是套上一个外观 那么很多白牌嘛 但是内容都一样 所以山寨机呢 它的市场呢 很快很快就被淘汰了 因为当时后来国产手机 就出来了 像呢你买回去就知道 也不如主流的手机 所以导致联发科 一直一直都有负面形象 所以它一直都爱高通一截 但是到现在 它摆脱了负面形象 因为它靠着5G转股 甚至呢 说5G晶片实力 已经跟高通是不相上下了 加上它接了很多单 所以呢 在这个去年第三季 也超越了沟通 成为世界手机的晶片宝座霸主 导致股价不断的创高 但难道没有尽头吗 我告诉你 外资提醒了 还是有个隐忧 当年联发科的成功呢 就是成也中国 但现在或许是败也中国吗 这是一个美系外资指出了 虽然说今年一整年 2021年 在中国的5G智慧手机 将会大大的放量 成长幅度有多少 成长幅度呢 非常非常的大 甚至呢 有将近八成的中国消费者 他们都觉得要买5G手机来替换 认为这是必须的 所以呢 在这个中国市场 将会占全球5G的智慧型手机 6亿只数量的一半 也就是说 在中国的5G手机 可以卖到3亿只 非常非常的多 那如果每只手机里面 用的都是联发科的晶片 那会带来很大的商机 但是这个外资的研究数据 都指出啦 他说虽然说 有3亿只手机的市场 但是呢 根据调查显示 有超过4成的消费者 他们还是想要选择搭载 高通主体器的手机 因为他们认为说 高通才是高阶 智慧手机的代名词 你联发科 就是三载的 就是低阶的 就是训人家一等的 所以呢 现在从中国人的手机选择 可能就会影响联发科 后续的营运动能 到底有没有机会 来持续往上走 成为台股的千金之一 将会成为联发科 后续成长的关键 以上就是今天的 财经笔之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感谢观看